对昨日最好的感恩 就是我们大家一起 共同去创造最美的未来 他答应的那一天 我是非常的感动 因为我知道 当阿里巴巴董事长CEO 是非常不容易 当时我太太跟我讲 她是淘宝的粉丝 淘宝应该很好玩 我们就去吧 淘宝网CFO逍遥子上台颁奖 我的公号是一万两千多号 我肯定不属于最早的一期 为什么我邀请DANIELD上 这不是一瞬间 我一直在想这一段时间 当时淘宝已经很大了 我们在这个C2C的平台上 又希望发展出一个B2C的业务 对所有参与参与商家来讲 参与商业的商家来讲 参与商业的奥林匹克运动会 对所有消费者来讲 它是一个消费者的节日 无限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就是屏幕小 所以千人千面在无限时代 变成一个必然 在阿里巴巴我们说 我们想成为未来的形式 消费者今天开始都向往购 和取消费者 我们在更高兴地合作的过程当中 首先是要完成这三个 人货场的数字化 我们其实19年当中 一直在做一件事情 怎么样利用数据 怎么样利用技术 怎么样利用互联网 能够跟商业结合 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我们希望经过五年的努力 能够服务全球超过十亿的消费者 我们希望我们的平台继续成长 能够服务超过十万亿人民币 以上的消费规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